在幸福空間節目當中 我們曾經介紹過很多別墅的案例 不知道您喜歡什麼樣的風格呢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個別墅 它本身非常具有時尚還有層次感 同時大膽的運用不同材質的混搭 創造出它的設計品味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幸福魔法師 周金亞設計師 十三年的設計經驗 最擅長 現代簡約 新古典還有時尚等風格 清新的設計深受許多人的喜愛 今天倩雲帶各位看的這個家 其實我個人覺得滿令人羨慕的 因為在台北市 可以有像這樣子的生活環境 真的讓很多人回家就像度假 周設計師 我們聊一下好了 因為這個空間好羨慕人 對 它的配置是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它這個是一個 錯城市的一個房屋 它在一樓的部分 它主要是它的客廳跟它的書房 還有一個公共的浴室 那它上了半層 其實就是它比較私密的空間 就是主臥室跟小海房 然後還有一個合適的一個空間 那往下走 其實它後面還有一個後院 然後還有一個客房 然後還有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延伸到後面的花園 所以真的很令人羨慕對不對 對 而且它的空間配置是很有趣 它是一進門 然後這樣子剛好上半層跟下半層 對 然後包含公共區域 還有它私密的區域 對 好 那屋主對這個房子 我覺得如果是我 我的這個需求啦 跟我的夢想一定非常的大 它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這個案子呢 我們從一開始預售時候呢 我們就已經跟屋主做一些溝通 那在這個空間上呢 因為它希望是一個兩身訂座 因為它是一個預售的產品 所以我們在空間層次上呢 希望延續它這個空間的一個層次 然後呢 結合它前平後院的一個感覺 讓空間有延伸感 有穿透性 所以我這樣講好 這個空間它是帶一點時尚的味道 但是它的空間跟層次感非常好 對 其實說真的 通常我們碰到像這樣子的別墅 它常常會擔心的就是 可能前院的採光 跟後院的採光 不能夠連成一氣 對 可是今天這個空間呢 它的採光不但好 而且空間層次跟連結性 也非常的好 我想我們帶給我先從客廳看好了 客廳這個地方的感覺 就非常的有所謂的時尚感了 一開始我們說 它是一個時尚跟層次交錯的 一個空間設計 這個家具的選擇 就非常的有品味囉 對 在我們的規劃上呢 我們就利用它一些 協調的一個色調 然後俐落一些線條 然後展現出它這個茶雞的一個感覺 然後讓它這個空間呢 有一個低矮的一個層次性 然後不會阻擋它整個空間的一個穿透 我為什麼說它這麼有品味的原因 是一般來講 我們茶雞不會選這樣子的高度 對 它選這樣一定有它的原因對不對 對 因為它希望從前面呢 可以延伸到這個層次上的一個效果 就是它可以看到它的合適 跟它的一個開放式的一個餐廚 去 不要被這個桌子擋掉 對 OK 而且我覺得 當我們把茶雞都降低的時候 客廳的挑高感覺是更高 然後更舒服了 對 因為我們有凸顯出它這個空間的一個層次 高度出來 接著我們走到這個是一個 讓人家非常舒適的窗邊卧桃 對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希望延伸呢 它窗外的一個平原景色 所以我們故意把這個卧桃的地方呢 做得比較低來 然後它空間有一個穿透性 所以它又可以當成一個鞋櫃來使用 這高度很舒服 鞋櫃是在下方的部分是收納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地方又可以當握 它也可以當鞋櫃使用 對 它材質的部分 我覺得妳用的材質都很晶瑩剔透 對 事實上在這邊呢 我們用的是一個大理石的一個檯面 然後加上烤漆玻璃的一個處理 然後它空間的顏色比較豐富 然後也比較活潑 比較亮眼 對 而且像這樣的材質用起來 整個空間就是一個清零的感覺了 對 接著我們要看到客廳的電視主牆 其實這個空間很超高 所以電視主牆本身 它也算是整個視覺焦點 跟裝潢的一部分 對 怎麼樣做到大面的牆面 可是不覺得亮大跟壓迫感呢 其實這位是在它材質的一個選配上 我們在這裡呢 用白色的一個烤漆的做法 然後搭上一個烤漆的一個玻璃 然後讓整個空間呢 有拉伸的一個效果 然後它不至於說太過成就 因為它的顏色會讓它看起來比較輕密 而且它這個電視主牆 做得很有趣 因為你看它旁邊的收納 還有下面的收納 像這樣子已經取代了機櫃的功能 而且上方的部分 我覺得應該是我們主最喜歡的 對 因為我們這邊做了一些層次感 就是說它有收納功能 它也有一個展示的一個效果 而且我喜歡妳選擇這個顏色 這個是什麼玻璃 它是烤漆玻璃 這個顏色我要怎麼跟設計師形容 奶茶色 可可色 對 OK 像這樣的顏色它可以豐富空間 但是也很有質感 對 另外兩邊呢 我覺得妳有搭配到兩邊的材質了 兩邊呢 我們是用板顏的一個設計 我們當初在規劃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先考慮了 它板顏的一個尺寸 所以我們是先把這個尺寸考慮好之後呢 再去訂做這一個電視牆面的一個造型 所以這個板顏呢 我們就又不需要去裁切 就可以節省它一個裁切的一個費用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到 像板顏這麼高級的這個材質 但是只要算好它的距離跟大小 基本上裁切的費用 也是一定滿可觀的費用 對 所以各位 妳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大概有4米多的高度 整個電視牆面呢 它的面積很大 它的量體也很大 不過設計師用不同的材質 來做這樣跳街 讓人家感覺這個電視主牆有設計感 可是又很輕盈 對 就可以打到這個效果了 其實緊接著電視牆旁邊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設計就是 這邊怎麼會有一個吧台的這個地方 其實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是為了要串聯就是它的書房 跟它樓上的這個私密空間 所以我希望說在這邊呢 它有一個比較方便的一個吧台 可以讓它來使用 可以說洗個水果啦 洗個手啦 喝個茶啦 對 它就不需要再走到樓下去 OK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好了 這個吧台除了這邊有一個 這個洗手台之外 它本身的收納也可以在這個地方 做局部對不對 對 其實它下面有收納功能 旁邊我們還有放了一個 冰箱的一個位置 哪裡 對 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很方便的東西 這邊有一個小冰箱 對 這冰箱冰的就是可能是飲料 或清食了 對 就是還比較方便 可以切切水果啦 然後泡泡咖啡 可以在這個空間來做一個使用 其實 對 因為它旁邊有一個書房 時候看書 你想要稍微休息一下的時候 就出來這個地方 對 我們聊一下書房的設計好了 感覺非常的 怎麼講 很像大英圖書館 對 因為屋主它有閱讀的習慣 所以我們幫它設計一個 很大的一個書牆 然後上面還有滑梯 因為它這個高度的關係 對 很棒啊 有不覺得嗎 爬到樓梯上去找書的時候 那樣子的味道 其實就有國外生活的氛圍了 對 好 那這個空間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都讓大家出出驚豔 設計師還沒聽到 妳個人最喜歡的手推空間是哪裡 就是在樓上的一個合適的空間 妳說這邊嗎 對 這個空間好棒 我們帶各位去看一下 其實很舒服 順到樓梯走上來這個手推空間 就覺得很有趣 這個空間的變化性很大 對 那這邊原來的範圍是 這邊原來它是一個 房間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為了希望 讓它有一個空間的穿透性 所以我們在當初設計的時候 就把這個牆面去燒掉了 所以這個地方本來都是泥座的牆 對 這倒頂的嗎 對 倒頂的一個石牆 對 那我們希望說讓它這個空間 它有一個多功能的一個使用 所以我們在這個牆面的規劃上 我們用了 讓它可以引到旁邊的一個光線進來 讓這個空間可以有光線 然後讓它又可以結合呢 客廳跟廚房的一個 餐廳的一個空間 讓它更有空間的一個層次感 對 OK 我想要問一下 它原來建商的這個樓梯 一定不是像這個這麼有設計感的 對 它原來是一個 你做一個很扎實的一個樓梯 對 那我們希望說它空間有一個層次出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設計上 我們用了石木跟它一個 鐵件 鐵件的部分來做 然後讓它有一個穿透性 各位可以試想一下 如果在這個空間當中 它的樓梯變成是泥座的 可能它空間就變得厚重 然後它的穿透感也沒那麼好了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合式區域很有趣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它做一個房間來講 它又太小了 對 所以因為在這個地方它是一個主臥室 跟一個小孩房的一個區域 所以我們希望這邊 它有多功能的一個使用 除了它是一個合式的空間之外 我們也希望它是一個親子的一個 共同的一個閱讀區 好 爸爸媽媽可以一起在這邊 看書啦或跟大家玩遊戲 對 OK 而且我還滿喜歡 它後面本身也可以算是一個 小書房或一個展示櫃了 所以誰說樓梯間的空間很難利用 設計師經過喬手一遍之後 這個梯間的空間 它也可以變成是一個交移的地方 也可以變成是一個非常好 而且開放式的空間 對 其實進到這個主臥室 讓我覺得很像我曾經到紐約 去住過的一些 設計師的精品浴館 對 其實在這邊 我們是採比較時尚的一個設計 包括它這個很特殊的一個床組 然後它整個造型的壁面 其實也是採用了一個很俐落 簡單的一個線條 而且怎麼講 它的床組的本身選擇 也顛覆我們一般對床組的概念 對 它旁邊多的這一個 可以當沙發 當座位 可以當小朋友 拉著爸爸媽媽身邊的一個小床 它是一個不對稱的一個造型 當然從這個角度看過去 這個主臥室本身是非常有設計 美感 簡潔有力的 但它該有的功能應該都不能少 對 我們藏在後面這個造型牆裡面 這一整片的造型牆面 對 它包含它的一個更衣空間 還有一個它主臥室的一個 衛浴設備 好 我先看好了 這邊推開是 它的浴室空間 這裡是主臥衛浴 其實連主臥衛浴的設計 都這麼的有質感耶 所以其實他們這個走的是 日式禪風嗎 對 當初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因為它希望說有一個 親子一個共同泡澡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在規劃上 我們就讓它有一個日式泡澡味道 所以我們在材料的選擇上 是用所謂的一個 類似木紋的一個地磚 這是類木紋的瓷磚 然後營造出這個 日式的一個味道 所以某一看這個澡缸 你會以為你到了日式湯屋 碰到那種檜木的澡缸 對 事實上這樣的材料 它很好整理 也很好清潔 它又能夠表達出這種 日式禪風的效果 其實我常在想 就是我們在做裝潢的時候 說浴室這塊的預算會拉掉 但是我個人覺得 當你把這塊預算加上去的時候 不管你這浴室的門是推開 或者是關起來 它整個的質感 還有它的整個放你望去的設計美感 其實都會融合在當中 對 你關起來也很美 打開也很美 對 你可以營造出整個氣氛出來 只要你花一點點浴室在裡面 對啊 差一點點 差很多 來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空間在哪邊 另外一個是它的更衣室對不對 在這裡嗎 對 YES 這個空間真的好有趣喔 它除了是更衣室之外呢 你忘記我為什麼那麼興奮嗎 因為它滿足了女生喜歡小格樓的夢想 對 但是事實上在這個設計上呢 我們利用了它一個夾層的一個空間高度 那我們利用它那個更衣室樓上的一個空間 然後給更衣室再做一個夾層的一個收納 也就是說你把那個樓下可用衣宇上面的空間 偷給更衣室來用 對 很棒耶 這空間好大喔 而且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小樓梯可以上去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滿足了我喜歡閣樓的夢想 對 然後樓梯下面也可以做收納的一個功能 對 而且這邊森門別類的收納很方便 這麼小一格這邊就做個造型對不對 對 其實很棒耶 因為我發現男左女右 對 它就是可以收納的比較整齊一點 然後因為在這個空間裡面呢 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柱子 所以我們利用那個柱面呢 做了一個穿衣鏡的一個功能 給他們使用 然後這樣無形間那個柱子也被虛化掉了 對 也會看起來這麼的壓迫 其實真的很有趣喔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客廳進來 往上半層的主臥室 就是跟剛剛我們看到和氏的區域 接下來呢 我們帶各位到這個 從客廳進來 下半層的部分去看看 對 就是我們餐廳跟廚房的空間 錯層室的別墅在設計師的規劃下 不但具有層次感更有穿透性 倩雲個人最喜歡是和氏 因為它臨近父母房跟小孩房 在睡前還可以在這個地方 跟小孩談心 增加親子的關係喔 現在來到餐廚區這個地方 我覺得很像在國外耶 對 它的那個環境啦 還有它整個動線規劃 就是沒有國外生活的方式 因為它可以延伸到後面 庭院的一個景色 然後呢 又可以穿透到那個客廳的一個空間 那它整個空間是一個 延伸性的一個效果 其實坐在這裡啊 這樣看過去 我就覺得你的功力出來了 因為當你用這個鐵劍加木紋 來做樓梯的時候 它整個採光跟空間感是互相延續 就可以通風也會變得很好了 對 而且它穿透性也很好 我是家庭主婦 應該很喜歡在這個地方做菜 因為它可以有一個 互動的一個關係 這個空間讓我們覺得舒服的地方 是它可以庭園 然後跟廚房 然後跟我的餐廳可以結合為一 當然如果油煙太大的時候 它也可以各自獨立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就設計了一個 夾沙的一個玻璃拉門 但事實上這個材質呢 我們讓它是比較穿透的 所以它除了有主角 有煙的功能之外 其實它還是可以看得到 裡面的一個工作情形 還是可以給互動的一個關係 也就是說可以讓庭園的採光 還是可以進到餐廳裡面來 你知道我剛看到那個庭園 我覺得好棒喔 如果你家裡有養小寵物 養個狗狗或貓貓的 那個空間對他們來講 真的是太舒適了 對 很完美的一個空間 那我覺得冬天的話 在這個地方曬太陽 應該也會非常的暖 對 它有一個感覺像 室外草原的一個設計 室人的一個空間在裡面 OK 在這邊當中我發現啊 其實你左右兩邊的壁面啊 也把它用了大量的查鏡 為什麼 對 因為在旁邊的這裡呢 我們希望營造出 它另外一個空間出來 怎麼說 就是說小朋友的一個 練舞的一個區域 我了解了 因為練舞的時候 我們知道練舞室 都是四面的鏡子 對 那我們利用這樣的一個空間呢 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很棒耶 所以小朋友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對著鏡子也可以 糾正自己的動作 對 今天的這個空間 真的滿令人驚豔的喔 因為它的空間規劃 本來就是客廳一進來 有分上半層跟下半層 對 設計師厲害的是 讓這個空間呈現它的時尚感 同時它的層次跟穿透感也很好 如果你家裡的格局 類似這個樣子的話 我想今天的室內設計 會是你非常好的參考喔 穿透感十足的室內設計 不管待在哪一個空間裡 都是明亮開闊的 而且啊 設計師最厲害的是 他還展現了 非常具有層次感的空間 不管是待在餐廳或者是廚房 視覺完全穿透沒有阻礙 就連廚房呢 都還可以連通到戶外的露台 在這樣的一棟鬧鐘取景的別墅裡 舒適感真的是百分百喔